人生半熟的你 心中是否藏着一块 难以融化的坚冰 封存着最隐秘的记忆 那些不愿提及的过去 是对抗现实的铠甲 也是自我桎梏的悬崖 你是否还有勇气从新开始 回归爱情的本质 我是许丽 今年34岁 我的职业是投资人 其实找对象就像投资一样 你是需要耐心跟等待的 才能找到最好的那个 潜力股 成年人的恋爱吧 不只是风花雪月 就是两个人加在一起 形成一个小宇宙 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 我叫林毅 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创始人 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精彩 遗憾和故事在 我感觉以我现在的状态 我到80岁90岁了还是可以充满满满少女心的 三观和五观让我选我肯定都要的 但一定要排序的话 是始于五观 限于三观 最后终于有趣的灵魂 Sometimes my heart's running kind of empty These days my mind's feeling kind of heavy I'm Blo I Blo I 我叫陈乔薇 今年33岁 是一名普拉提老师 我以前可能会选择爱我的人 但现阶段的我会选择我爱的人 这个心态的变化是 不想为自己活一遍 比较专注在自己 我想知道我要什么 在冬季的南方海岛 赴一念之月 如候鸟般飞往热带 展开一段厉害假期 我非常相信爱情 我会期待一个愿意跟我细水长流 也同时跟我轰轰烈烈的人吧 我想再为爱勇敢一次 如果那个人值得的话 我愿意不管是别的国家 或别的城市 都还可以继续发展 相信爱情 才能遇到爱情啊 可以接受命运所有的安排 我永远相信爱情 我一定是会因为爱情结婚 邂逅星空 沙滩和海风 期许一个温暖的拥抱 融化内心沉寂的坚冰 在这里 盘路过去 接受彼此 因爱治愈 无所畏惧 智者 涌入爱河 你 准备好跨越山海 奔赴这场 爱情的冒险吗 爱情的冒险 欧阳 不离 喜欢她 在这里 由者 说 敦播 什么 疼 enta 啊 Nah 我 persona i can't put the shit to rest thank you batcha lucky got me stressed problem must be honest but i want it uh may rely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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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给手 我给手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嘉宾吗 不是 我是那个工作人员 不像 你肯定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但是你好有那种工作人员的气场 呃 工作时间长了 是吧 我们都是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们都没做过介绍的 我叫 陈巧威 你可以叫我Pamela 就是那个 帕梅拉 帕梅拉 对 魔鬼帕梅拉 天哪 我叫我叫许丽 你可以叫我丽丽 丽丽 对 好的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也是你 很高兴也是你 帕梅拉 天哪 那 我们去看别人 我看一下 来了来了 他是不是把男生跟女生分开了呀 呃 是的吧 就男生是不是在那一头呀 我看到了 那边也有 那边也有 跟这边一样 所以就把我们给分开了吧 好吧 我们就先在这边坐着 等一下 然后回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你好 所以这是一个课桌吗 是啊 那我就坐这儿吧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 我叫许丽 许丽 对 你可以叫我丽丽 丽丽 你好 你好 我叫Pamela Pamela 对 周文名教授 帕梅拉 帕梅拉 我叫林毅 你们也可以叫我英文名Ashley 都可以 Ashley Ashley Pamela 许丽 好 丽丽 对 我觉得你好文静 是吗 可能还不熟 我觉得她像一个仙女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麻辣仙女 就是那种 看起来就像那种很文静 但是就是生气起来或者是厉害起来 肯定是那种还蛮可怕的人 可能是一个老虎 可能你慢热 慢热 对 我们应该就是那种自来手的 嗯 还有一个座位应该还有一位同学 对 看看这位迟到的头鞋是谁 是压轴 来了 那位姐姐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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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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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鲜耶 原来是我吃的 啊 sorry 你好 你好 哈喽哈喽 叫Pamela 我叫苏苏 也可以叫我苏小花 苏苏你好 小花 小花 小花你好 我叫许丽 你好 你好 我叫林依丽 你好 记得住吗 那你的座位 记不住 没事 大家一起记一下 好的 这个座位是你的 好的 我迟到了多久啊 每段时间 每段时间 千女都是值得被等待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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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艾人对吗 我一看就是艾人吧 这我应该也是艾人吧 我不好意思说 哈 没关系啊 我是艾 你是艾人 哦 完了 错一个艾人 应该是艾人里面偏半月的 嗯 对 给我一点时间 拜托了 所以给你时间嘛 我没有很难 所以时间可以相处 对 今天才第一天了 隔壁好像开始了 你的观察真的很敏锐 真的 我叫Kelvin将军妮 我今年41岁 我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上一个工作款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闷的生活 其实我每天都觉得有一点孤独的 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的话 我会选择爱情 然后家庭 自己最后才是我的事业 我叫邵家荣 今年是32岁 我之前在加拿大 从小长大到20多岁 我觉得我单身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合适和非常喜欢的对象 我觉得感情在某一个阶段是个奢侈品 到了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B视频 偶尔奢侈一下不行嘛 我相信自己可以遇到爱情 随便坐嘛 对啊 我是Kelvin 好 我是 家荣 家荣 你好 高兴认识你 家荣 女生在另外的一边 对啊 神秘感要保留到最后 我叫马进龙 一年了八岁 对啊 我觉得我是名列暴行选手 一直都是一个主动性的人 如果对于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主动去接近对方 去想要去 嗯 获得 一见钟情是我所期待的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化学试剂反应过程 突然被点燃了 突然就迸发出火花 那有一见钟情肯定是最好的 嘿 哈喽 哈喽 我是Kelvin 你好 你好我叫Eddie Eddie 马进龙 你好你好 我叫家荣 家荣 对啊 我叫马进龙Eddie Eddie家荣 你来 你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吗 不是啊 做了一会了吧 大概十多分钟有 十多分钟 还蛮久的 不知道做一个哥们什么时候上场 就等他了 对 我是王震 1988年出生 现在35岁 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 没有遇到比如说合适的吧 而且可能觉得到了一定年纪的话 可能你内心的那一个预期的人 遇到他的几率可能越来越低 我觉得我在恋爱中 会让他觉得亲密关系很开心 然后让对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人 会也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平和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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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马怎么称呼 王震 王震 震是震之的震吗 震是地震的震 地震的震 对对对 王震 我叫马进龙 马进龙 我叫Kelvin Kelvin 家荣 家荣 对 可能还要再问一遍 恋爱测试 哇 要考试了吗 评级地下室天花板这种 开始吧 开始吧 开始考试 什么 我说感觉受洗麻了 我也完成了 我也够完了 我们同时够完的 我们同时够完的 交卷了 交卷了 你应该会给我们带回四份 他们的试卷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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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酷了 哇 第一眼见到就觉得 哇 还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有点惊喜吧 整体散发的气质 是非常优秀的 看第一眼 我觉得她表情很丰富 冰冰有礼 加上她穿着那种衣服 就感觉她很像个话区演员 对 你好你好 我们就是这样交正吗 应该是 OK 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 来吧 来吧 做几 做凑几一点 对对 研究一下 都是这么少的 大家都挺少的 01是最好的 对 01 她答的会多一点 从字数上来说 我觉得 她属于写的 最努力的 最努力的 花了最多心思 花了最多心思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天花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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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给人意吧 当你看看了 好像真的很高了 对 我说她第一题不搭讪 就说明我就是被动型的 纯被动 高票当选 地下室 来吧 这班 是一点不想上路 我也刚下班是不是 你喜欢马先生 我喜欢马先生 2号 2号来了一个天花板 好可爱我 江先生 对 不行 不行 我要给她地下室 你为什么还要再跟我聊地 太无聊了 我想聊一下工作的事 我选4号 那我给她一个天花板吧 好 3 给一个天花板 4个男生都还不错 天花板现在得分最高的是 你是天花板 我 真的吗 对 你是林 林逸 我是林逸 你是林逸 你是林逸 那有点至乎我意料 你居然是天花板 好厉害 所以天花板 今天可以多吃一点饭吗 离天花板好近 跳到她身上 哪里啊 哪里啊 没关系你是天花板 不是 我以为每个人都会这样 完全没有 让我当一天天花板的感觉 还不错 下去 女生天花板先下去 没有奖励吗 姐妹们 好 再见了 拜拜 我可以放学了 下面等你们 拜拜 拜拜 让我看看 谁接我回家 谁接我回家 可能天花板跟男嘉宾一起会小葫芦 所以我会先和大家见面吗 我们走对了吗 我有一个男嘉宾 那是天花板还是地下室 我觉得是天花板 走到他后面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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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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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站在这里 好像天花板要罚站 天花板罚站 没有受到荣幸在这等你们 好吧 外表看起来 感觉他是一个成熟的型男 穿了一个马甲 就很有自己的风格的那种人 第一眼看到他的外形 像是成熟稳重的 你见到我们的天花板了吗 没见到 没见到 我们还以为你们两个人要牵手回家 先离开现场 我猜他应该是跟其他三位 对 对 原来是这样 他把三个都带走 他的包都留在这里了 他就开心的 忘记 就直接跑掉 那个肯定是那个天花板吧 我们就跟他在一起 对 哎呦不止一个人的声音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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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好 怎么只有三位 那一位被我们干掉了 对 天花板有他的奖励 你是Ashley吗 对 我是Kelvin 你好 Kelvin 就是将军江 江先生 你的字体很可爱 是吗 你的 马进龙 对 那你就是王先生 是 我叫老王也可以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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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他超出我的预料 因为他在卷子上面 他要写到自己是个 比较酷的女生 他今天穿的是 一身长裙 所以偏向于可爱风格 然后会让人觉得 不会那么有距离感 第一眼 这个看到的话是觉得 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也很活泼 触香这个 打招呼啊什么的 都感觉很不错 就也是希望说想要多了解 多接触 你好高啊 因为一米九 你也高啊 你小心点 好谢谢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 就是我们四个相处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四个相处是吗 结束 我们直接去度假 下楼他现在什么状态 我特别好奇他 是不是很煎熬 哈哈哈哈 我感觉有点冷哎 哦你的弹子呢 忘记拿了吗 我感觉有点冷哎 有一点冷 有一点冷 师傅可不可以空调关小一点 谢谢你哦 没事 你还会冷吗 好多了 我希望明天天气会好一点 好多了 我希望明天天气会好一点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你的名字啊 我姓少 少 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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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朋友都叫你叫家荣吗 啊 通常 通常都叫我家荣 他不叫你什么荣荣吗 哈哈哈哈 这有点 有点 不大符合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好的 好的 家荣 你们最在乎的那个题目是哪一个 其实我们有点好奇啊 就是 不是有道题目是 去搭讪别人吗 然后有两个人说就是 不会 所以你们都是比较被动型的吗 我知道一个是Pamela 那两个 一个是Pamela 对 所以我从来没有搭讪别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 嗯 是你吗 不是我 是你 嗯 我会啊 我是那个去找他 问他吃什么东西的那个 哦 那你喜欢不搭讪还是喜欢搭讪呢 问的好耶 尖锐耶 对啊 想好再说 那我要思考一下 我还没想清楚 就是你喜欢女生主动一点 还是 被动一点 在餐厅跟你搭讪的女生不太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会留联系方式吗 可能礼貌上会留吧 礼貌上会留 嗯 那加了微信以后 他跟你聊天 还是衍生这个问题 可能不会通 可能不会通过验证 哇 好残酷 对 给了希望又不同过验证 那你还不如一开始就说 不方便 对吧 对吧 他希望啊会留住通过眼的 哦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如果旁边有其他人 那直接制止别人 会不会 会不会让对方就有点下不了台 好细心哦 好吧 算你这个答案可以 哇 通过考试第二关 三个女生其中一个我见过 其他两位女生没见过 突然见面 然后我们要一起交流 其实让我觉得有点紧张 加荣 你看到其他男嘉宾的时候 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是你想象中的男嘉宾吗 就是都各有各的特色吧 有哪四种特色 一个是偏就是小帅哥一些的 一个偏小帅哥一些的 一个是偏成熟一些的 然后一个是稍微逗一点 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那男生的天花板要一个人和三位女生聊 所以这就是天花板的 我觉得我的福利也不错 是 是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让我有这个权利 可以有一句水吗 没难吗 OK 谢谢 我也想要 这个给你 哇 开心开心 来 谢谢 卡文好安静 没事 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你会不会比较慢热 对 没关系 你会不会比较多 是吗 对 那好 我很好奇你们 在座三位男生 有没有很会做饭 我觉得老王肯定很会做饭 为什么会对他下这个定义 小心回答 你在思考一下 我觉得卡文会做饭 你觉得我会做饭 不是吧 是什么三感 不要瞎我 我是一点都不会做饭 那就看佳容会不会做饭了呗 佳容 我觉得可以抱有点期望 佳容可能会保暖 会保暖 你好有梗啊 老王是气氛担当 大家说什么 他都能接住对方的梗 也不会让整个场面冷下来 对 好像有一题是 男生都不喜欢 情绪不稳定的女生 那你们觉得 情绪不稳定和桌 是画等号的吗 不一样吧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没理解 我也听不懂 情绪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 你知道桌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你来问我说 我喜欢吃什么 现在我问你 对 你喜欢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随便啊 然后你就是就问我说 那你火锅吃不吃 我说嗯不要 那你再问我西餐吃不吃 我说嗯也不要 然后你再问我说 你喜欢吃什么 是这样的 随便啊 对对对对对 你应该说是什么都可以 他也没理解 我没有 这是什么都可以的意思吗 就是一个 你不是吗 就比较桌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不是特别合理的要求 啊 然后一定要你完成 对 给你创造一些障碍 这样子 所以桌在你这里是偏贬义的 我没有 原来你在挖坑 对对对 原来在挖坑 我只是想要 听一下大家的答 我可能会比较少跟这样的接触 好 好 你呢 我觉得我能接受小桌 因为我觉得小桌 其实上属于调皮的一类吧 好 但要看这个桌的程度 因为这确实不好把控 假如说我男生 比方女生 他在桌的时候 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 可能会把他认为一只大桌 但我情绪好的时候 他怎么桌 他桌的程度夸张点 我都能接受 要看对方 对方的状态 对 然后情绪不稳定的话 我觉得很正常有的时候 比如说对方考察了 情绪会跌到谷底了 需要安慰 因为这时候情绪就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情绪不稳定 它更属于一个人的正常生理状态 他可能说肯定是两码事 我会这样理解的 你们会好奇另外三位女生的性格吗 不谦虚的时候 我已经记不住四位女嘉宾的名字 蛮好奇的 其实我们当时在看卷子的时候 我们有在分析 写凡体制的女生叫什么 Pamela Pamela 她比较高的 她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叫许丽 我们觉得她可能偏直率一些 更可爱 老马很善于观察世界 对对对对 而且她记忆力很好 对对对对 大家聊到这点上了 老马的话 她也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 也会很她记性好好 然后我挺期待 感觉会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 你是不是应该要买点那个什么 比如说要不要买 什么买药 那你这两天应该不太能吃冰的东西 那冰的和 呃 比较辣的东西 和辛辣都比较少 你给人到了 还蛮期待小吴是什么样子的 感觉不错耶 哇 哇哦还有秋千呢 哇 哎 那这就是客厅了呀 小屋是哪 欢迎大家入住海边的万叔小屋 好美啊 哇这个真的很厉害耶 女生卧室后院上楼右转 男生卧室后院上楼 左转 晚上之后想公开各自的职业 OK 先看一眼吧 她有这个灯 我当时就有想买这个灯 哇 不错 我好喜欢这种南洋风 很危险 啊 人家很不错的样子 哇这个上面的葡萄是真的吗 你想吃了是不是 我猜你肯定想吃 不是 这个厨房好厉害啊 哇哦 哇哦 一定找了一个会做饭的产品 后院 上楼右转 是吗 你们是右转 我们是左转 看到了 那我只好先暂时往女生这边跑 你帮那个叔叔拿吧 我两个都可以帮她 没事我自己拿 那给我 你可以吗 你可以 我来吧 你哥哥帮呗 哇她好猛啊 就是厉害的有点心酸 来 谢谢 她们放下来 对 潘梅拉你放下吧 不然潘梅拉是女强人 我 不送了 我怕你拿太多了 没事 没事 可以的 辛苦你了 好 一会儿见 谢谢你某男 有写名字吗 女生2206 我觉得打开看吧 哇 哇 那我就这个呗 等一会儿见喽 好的 嗨 妈 你有露台 你这儿有露台居然 可以来我这边喝酒啊 好多 来 来 我帮你来吧 可以可以 来来来 走吧 谢谢 太贴心了 姐放双手 在这里 到了 客厅是这儿 到了 他们人已经在里面了 有小黑板 哈喽 我们来了 我们就站在这儿 静静观察 哈喽 哈喽 你们已经选好房间了吗 嗨 佳容 佳容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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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在这个区域 对 箱子先放了 你们已经去过房间了吗 对 你们就上去 从那边上去 然后把箱子放一下就行 好的 对 那我们先放 对 他衣服上线 我明天就想睡觉 可以关了 可以关了 为什么你什么都会用啊 放在这儿 别碰我小心烫 哇 家务女强人的感觉 我知道这几个星桥靠谁 对 而且你就是真的 就一动你就知道怎么用 你平时在家都是自己 就是做饭啊 嗯 差不多吧 因为我看你非常 就很上手 然后就做得特别认真 习惯 我干家政的 嗯 嗯 你的衣服跟这里很搭耶 是吗 很度假风对吗 非常的 一致性颜色 哈哈 橙色我挺喜欢的 嗯 他们已经先走一步 他们在前面 你往里面走一点 小心点 好 这游戏还挺深的 你会游泳吗 我会的 你会的 对对对 好的 我水性还可以 那我不怕了 所以没有人做饭啊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开始做饭的 哈哈 我们一起来想想法子吧 好 我们是不是要面对一个难题啊 佳蓉你会做饭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算会 我要让你们大写生手 哈哈哈哈 这里面这里面有很多吃的 有鸡有肉 我们要不要 有鸡的 现在是要做东西正吃的是不是 是的 开心吗 有点快乐 你开心吗 开心 我觉得你常好像现在走的时候包都没在一起 我经常掉东西 我们一来就开始做事 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 就框框就上来 来做事 我们可以坐下来吃的时候 自我介绍 我们介绍一下吧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们男生先吧 对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马进龙 也可以叫老马 是 是 chak 有 你是 地下室是 菜啊 你是他们了 谁是他们了 应该是他们了 对 他们是他们了 因为我们在村上已经交流过情报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这样 这样不好玩了 你不是我们的人了 我以为是可以说的 那就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就放两边 对 放两边 我来吧 你帮我压一下 好的 我来吧 我每个碗里分一点调料 饿了吗 有一点 对 这有草莓 这有草莓 你要吃草莓吗 有草莓 谢谢 太好了 水果我很喜欢吃 对 这超甜 嗯 好吃 那我们怎么做呀 随意吧 随意做 随意做 随便 随随便便 或者尽顺 吃草莓 憲 佳蓉要不要坐这里 我觉得这边女生三个在一起会太多 佳蓉说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了 对 她又过来 还交换一下位置 我们一直在女人堆里面 佳蓉说已经经历过这个场景了 所以你是意犹未尽还是 我是都可以 随性 你想坐这里还是这边 我都可以 我挑什么身上 坐吧 那我这身坐了 坐吧 坐吧 叶队要 有人需要剁浆吗 这是你不能吃的东西 这是你不能吃的 是的 那你这两天应该不太能吃冰的东西 对 冰的和 比较辣的东西 我平辣都比较少 是的 看到我都害怕 我们可以开动了 好丰盛 这个好像要把扳开的 所以这个怎么操作 拔掉 我也在学习 我先研究一下 不知道该如何打开 我帮你把 我帮你把这个开的吧 ok 等等 对 没错 要用力敲一下 要我帮你敲吗 我帮你敲吧 好好笑吗 哈哈哈 你好像一群原始人在砸烟 嗯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让我来想 享受一下你胜利的果实 你别弄了 你别弄了 手臂这么细 是这样 试试看这个 试一试 好喝 我们要不要先干个杯 可以干个椰子 干个椰子 来干个椰子 幸会各位家人们 很高兴见到在家 来来来来 干杯 来 来 一起 可以开动了 开动了 你还没有冲我帮你冲 我自己冲 没事 绝对是天荒版的 你人好好 两只无愧 可以可以可以 你喜欢吃哪个部分 肉过的部分 我希望能不能 没得上 休息 但是这个头发不好吃 家人我好贴心 去吃 不要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不能听的东西 哈哈哈哈 凯文吃得开心吗 哈哈哈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吃得习惯吗 也还好啊还好 嗯我看你没坐声 怕你不开心啊不是不是 他只是比较慢热 ok 超慢热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热起来 火锅吗哈哈哈哈哈哈 发得好说得好 不好意思啊 不是只是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 所以 嗯没关系了啊 你是那个写繁体字的人吗 我说是的啊 哎你的字好可爱哦对不对 你真的是有萌到我了 不是 嗯 也是地板吧 不是 你不是地板吧 不是 哦 不公平哎 他们那些女生好坏哦 哈哈哈 我觉得你不值得我当个地板 拜托你不是参与了这个评价吗 哈哈哈哈 怎么又把锅已经摔到我的身上 哈哈哈 你不是要跟别人说话吗 怎么听到我的讲什么了 啊 哈哈哈 你是香港人吗 你是啊 我是啊 嗯 你呢 我是湖南人 生活在海外 哦 嗯 哦 加拿大 嗯 你靠近那儿吗 我不靠近 很远 哦 就是欧洲咯 英国 对欧洲 英国 对 我也在英国待了三年 嗯 你在英国哪里啊 啊 在冷敦 啊 那我是这样的耶 啊 是吗 嗯 哦 牛肉吗 谢谢 还好吃 牛肉吗 嗯 还好吃 谢谢 谢谢凯文 我发现你是宝藏男孩耶 是什么男孩 宝藏 好 地狱的精子 就是本来没有再挖出来才知道它是精子 我很想吃这个但是我不会笑 可以切开 没有到 也没有到 先放在这儿 先放在这儿 这儿 你找一下 啊 嘿嘿嘿 很贴心啊 对 能帮我削好就更好了 嗯 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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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看着 你不想吃 不要太快了 要切开了吗 要怎么切啊 我自己切 要添添一拌一拔 没事 没事 我来准备 要切就切了 可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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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油门到了 对 我在想可以在这里直接切吗 应该可以吧 你要不帮我找一个盘子吧 这个可以放上去 就这样吧 她的人我觉得还是挺nice的 就不会让我尬长 是一个很会顾前大局 也很会照顾每个人情绪的人 好 好 谢谢老王 谢谢 谢谢 我帮大家服务一下 我是这周的服务员 我看着一锅鸡吃起来没什么肉的感觉 熬肉 我们这边还有鸡肉 你们那边要不要 下面 来来来来 下面掉了 下面掉了 然后突然她的地位就从地下室往是 对了 其实她们两个人都很好 就一直跟我们投食 对 那边也是 只是没有投到我们这边 那就不算 好 没有投到我们就不算 还有没吃饱 我们等大胃王吃完就把它收一收吧 那我是不是要快点吃 不用 慢慢来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这个葡萄草好吃 凯文 谢谢 啊 心有灵犀 还干了喝酒 你帮我拿点葡萄呢 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的这个 不光是吗 盯着这个 盯着这个 不光扫道之地就是 你要一个吗 我不吃葡萄 不涂葡萄皮 好冷啊 外面有放烟火耶 我感觉听见 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一眼 我喜欢看烟火 你喜欢就好了 我也很喜欢 想看 去看一下不然人家摆放了 但是我看你们两个没有想起他们的意思 专业直播 我帮你去打探一下鼻子 好吃 在那边 有一点点 在那里 放完了 结束了 好了 我们出来它停掉了 美类 我还是很想要做这个鞦韆的 我要坐一下 玩一玩 这个大树 它是两棵连在了一起 在上面的感觉 太有感觉了 现在的天气还蛮舒服的 现在的天气还蛮舒服的 有没有人要一起做鞦韆呢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要不要试一下 嘿嘿 来吧 我推你们 好 哈哈哈 来 他坐下来之后 这个鞦韆就不动了 感觉中了很多是吧 哇 开心开心 呜 哇 哈哈 喂 好玩吗 好玩 哈哈哈 你要不要玩一玩 不用了 你还在吃吗 还在吃 快了吃饱好快了 哇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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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蛮好玩的 好我们来收吧来吧 我们一起来收拾一下 我们一起来收拾一下 有人跟我今天一起洗碗吗 我们承包第一天 我可以跟你一起洗 那来吧 那来吧 自力更生咯 来吧 我来洗一个这个 没事我来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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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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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掉 倒掉 来吧我来吧 我洗很快的 真的 吴家绝活你不知道吗 不会做饭还会洗碗的呢 来了 你的后面该什么 关公了 我好多余啊 他要洗我不行 我要洗我 我不洗碗 好 没事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 不洗 你小心点衣服 你要不带一个那个吧 好啊 好 来要我帮你 举了你来帮我 来 谢谢 哇这还蛮复杂的 还要调一下我帮你调啦 好 再可以吗 可以 好的 好我觉得这一个已经大功告成了 你帮我擦一下就好了 没关系 你洗衣服换我吧 这样省得我非常的没有付出 你在擦碗 好 有什么东西吗 有书 哎呀 哎呀哎呀 回房间呢 辛苦了 这个出来了耶 哦 让我看看 这个手是谁的呀 呃 是我的 哈哈 嗯 他还真不错耶 真漂亮 可以可以 你在夸你自己吗 他的人真漂亮 他的人真漂亮 他在夸个摄影技术 对摄影技术 吃鸡冠军 拿到了第一张 吃鸡冠军 拿到了第一张 吃鸡冠军 这个村很奇怪 哈哈哈 先回房间了 对 那我吃鸡军 好了 哦 哈哈哈 送下花 被自己挨住了 一整个挨住了 救命 真的是 啊 请各位来客厅集合一起查看 今日恋爱测试的测试啊 好的 你怎么坐那么边上 你怎么坐沙发 没事我坐这可以 不好意思 可以一起坐 好吧 是不是见外干什么 我一来就走开 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不要乱猜 那我们开始吧 嗯 有遇到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提问 因为主持人的状态 请问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吗 我天哪是能和不能我都选了 就是那个一个对话画两个答案的那个是吗 嗯 我是觉得如果特别特别在乎特别爱的那种可能做不了朋友 如果当时没有那么爱就可以爱我可以 嗯 那你有几个可以做朋友几个不能做朋友 可能只有一个不能做朋友 可能只有一个不能做朋友 其他的几个是不能做朋友的 你能做朋友吗 你能做朋友吗 你心仪的男生送了你一支口红 但这支口红色号与你平时的妆容很不搭 你会如何做 自己偷偷去店里换掉 但男生会建议礼物被偷偷换掉吗 会建议被卖掉吧 不会卖就会换一个颜色 不会卖就会换一个颜色 换掉你可以接受吗 换掉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可能看到就肯定会有点尴尬就是了 我不会让你知道了 就是偷偷 但我更愿意对方告诉我说他喜欢什么色号 那你不告诉他 他怎么知道他算错了 就没法成长 对 他成长了 他刚刚成长了一下 你没给他机会改好的 对 我就是心里想着我每次去换 那你还挺麻烦的 其实如果他发现的话也不好 是吧 他也不开心 是吗 嗯 你认为情侣吵架无论谁错 男生都应该先道歉吗 我有个问题就是很好奇 就好像很多女生都说 男生都应该先道歉吗 大部分都选不是 嗯 你们是真的那么想的吗 现实实践中是不是真的这样是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 随年龄而定 可能年纪小的时候会想要男生先道歉 但是 嗯 长大之后就比较讲道理 对 他说男生应该先道歉 无论谁错 你真的会这么做吗 对 如果还想继续跟他吐架 可不可以吗 他选的也是男生应该先道歉 哦 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应该都是我错 我也不想吵架 天呐 你是一个天使哎 不是 不是 哎你是排的什么来着 立板 你现在是想给他放到天花板了吗 对 给你给你升个仓准备 对给你升仓 看你新的意思 你心仪的男生在深夜发了一条朋友圈 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 这一题我很想知道男生如果发这一条的话 是不是我解读的这个意思 就你了 就我了 我觉得要我发这条的话 我可能会只是只对我喜欢女生可见这条吧 哦 有心机啊 因为喜欢女生叫天亮吗 超有梗 对他可以叫天亮 黎明嘛 对吧 曙光 第一曙光 老王咧 我可能不太会发 这种 我也不会发这样 不会发 对我觉得这种男生发了我根本就 就直接就不要再考虑了吧 感觉像一个海王 我要解释一下 我要解释一下 这只是当问到我的时候 我也不会发这东西 撇金关系 分析下图情侣的对话 请问男生一共惹女生生了几次气 六次 六次 可以分析一下哪六次吗 对我也想听你分析一下 那我分析一下 第一次就是睡着完之后 那个回回答晚安拜拜这个很敷衍 第二次的话就是 正常来说 一段关系当中会说早安晚安嘛 这个时间见得太长了 没有早上也没有说个早安 原来时间段都关注到 老马其实回答问题都很全面 对 他很细心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发早安的 我会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可能会让女生就不开心 哦 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你说早安你会生气吗 那我就会调皮的问他说 今天怎么没起床吗 哦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在干嘛吃饭了 然后这个打个电话没接嘛 然后就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就是发了 在干嘛不接电话也没回消息 然后打完球呢之后说 那不打扰了 然后也没管了 这边也没回消息 那第五次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那个晚上五点多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是比较靠近吃饭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比较唐突吃火锅 我觉得一般约吃饭的话会约比较早嘛 可能要打扮一下之类的 那你半小时花一小时可能太够 好细节 你累不累 我觉得不会累啊 其实很快的 想起来很快的 哦 ok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谈恋爱是双方都会去付出 都会成长 所以我觉得 你因为对对方好的 对方也会给你好嘛 相互的 谁不喜欢被那种细腻的爱包裹呢 老马的话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 今天只是一个出印象 也没有办法了解太多 我对老马挺感兴趣的 再多一点 你看多疼啊 你也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你不喜欢 家儒 你也不喜欢 习到了的样子 没有没有 我在 很仔细的在听你神奇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感觉你有被训练过 我觉得不叫训练吧 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成长去摸索 参加的培训班叫什么名字 恋爱培训班 不要498 不要998 一个老马带回家 有认误吗 开始吧 来吧 相信你们对比起的职业都非常好奇 这里面有八个乳盆 有你们想要的答案 来吧 这样怎么一个男生跟女生吧 分开来 那我们先开始 先看看 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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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觉得我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们当时聊的时候 骏你的说她的职业非常忙 她会忙到晚上十点多 所以她的职业应该是加班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职业 一种很奇怪的职业 你为什么会这样参与 感觉就是直觉 也不是很奇怪 也不是很奇怪 我感觉应该还是跟静丽有关系吧 她的话比较少我觉得偏向于总后台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是可能设计师之类的吧 你先看 就看凯文 我叫Kelvin 江俊宁 我是一位建筑师 我在香港一间建筑公司里做设计总监的 建筑设计师 哦 真的是 哦 啊 你好厉害 猜的 耶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跟别人沟通 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像一个工作款吧 建筑设计师 建筑师 建筑师 在我生活中 整个职业是比较少接触到的 凯文可能就感觉他经常加班然后上班很苦这种 就跟我生活状态可能比较像吧 有什么我们知道的楼吗 是商用还是民用那种 有很多的都是保护馆啊这类型的 都是 来吧 下一位 莉莉的 嗯 你吧 好吧 你吧 那你们猜一下 在伦敦 对 跟他会有关联吗 跟谁啊 没有没有关联 应该不是一个公司 同事 是自己的公司吗 自己做 时尚类的 或者是设计类的 想再成型 但是还没有 我有点没有头 头绪 有什么提示 钱 那就跟投金龙有关系 嗯 哦 好煞 我头的精力 就看到自己好紧张哦 莉莉的比较容易猜到 因为她看起来也像一个 金融做金融的人 她现在在伦敦工作 我也在伦敦工作 我觉得我跟她的背景 可能 有一点相似吧 所以我觉得我跟她 可以 也可以聊得完 在银行里做投资 然后我对她的职业 还挺感兴趣 我觉得女生做这个 是很优秀的 然后我也希望 可以跟她交流交流 哪个领路 做银行业的投资 多几次 你破坏我的心 来 佳蓉 画剧演员 你说我这套衣服 已经说了一一整天了 好吧 对不起 会像是 做餐饮 不是 不是 做什么 互联网的吗 往那个方向 跟运动有关系的 健身网课 非常贴近 非常贴近 我叫邵扎荣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 运动媒体 传媒公司的 客户总监 运动媒体平台 我喜欢篮球 我喜欢运动 那刚好是我的兴趣 看他打篮球吗 我感觉是非常 阳光 活泼外向 类型的人 然后跟他 第一眼的印象 区别很大 跟他现在的形象 很不一样 对 我对佳蓉也有点反差 因为佳蓉 在我看来 很像那种 举酒屋 预料店 深夜食堂的厨子 其实我本来以为 佳蓉会像是做餐饮 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逻辑是 他们三位都不会做饭 那么剩下的一位 大概就是很会做饭 对 对 其实我们就是做比较多 是篮球类型的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 就是NBA 它的姿势 它的媒体 然后提供给 我们平台上的客户 下一个女孩之 我吗 猜一下吧 工作是要跟很多人 打交道 对 对 这是一个关键信息 这是PR吗 这是公共关键 我的专业是PR 你是广告公司 近了 差不多了 就是 你要霸气了 不是跟现在很不一样 霸气次了 我呀 这 这 这这个画面也太酷了吧 姐姐杀我 姐姐杀我 一个人 这是哪呀 上海 做好 做了多久了呀 广告公司有四年的时间吧 有一点反差 他今天穿的一身长裙 所以偏向于可爱风格 广告公司的创始人 这直接听起来就非常厉害 下一位 约你是科技公司的 没太多的关联 没太多关联 我觉得你是一个金融人 也没有太多关联 我的工作才是很奇怪的 对 还有没有提示了 提示吧 有一部分就是又很大众 有一部分又可能是 有一些小众的东西 跟那个广告公司很像 你们看到后应该会觉得 八十一击 我是王震 我在广州是有一些连锁餐厅 完全没有猜到 不会做饭 不会做饭 藏得满身 不会做饭藏得满身 真的不会 自己是投了一些广告公司 又涉及到一些珠宝和翡翠类的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是 饮食相 餐饮相关 没有想到她会是做餐饮的 更给我的感觉就像互联网或者是金融 这一方面 对 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 所以我挺期待 感觉会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 然后可以聊聊吃的 早上那一句我不会做饭 直接就排除在外了 其实我当时我想不会是医生吧 因为她写字就是很潦草的圈子 感觉不是很像 然后就没有猜 你的餐厅是 最上海的生间 在广州是做连锁这样子 怕 我觉得你的气质很像老师 但你应该不是老师 我觉得她像那种教练 对 我觉得这个方向有点对 因为她吃的蔬菜比较多 某种 健康也是这一块的 某个 营养师 营养师这一块 对 她可能比如说跟疗愈之类的 瑜伽之类的 可能就跟瑜伽有关系 快接近了 我好紧张 舞蹈老师吗 我来程度大老师 果然是温柔的老师呢 天哪 那女生锻炼不用愁了 锻炼老师在这里呢 原来你是真正的帕梅拉 你是 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普拉提老师 所以塑造她一种非常典雅的气质吧 她是一位普拉提老师 然后我自己也是务普拉提 当然我练得不是很好 我想说以后如果 在小五有人能一起运动的话 应该会有多好 以后就去 好 可以 可以 那到我了 大家猜一猜 我觉得你是开健身房的 我是个人训练 打对了吗 没有 能透露一点吗 跟老师有关系 体育老师 没有 体育老师 没有 有点相关 我叫马进龙 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 我的研究方向是空气质量模型开发 空气质量 你这个博士啊 平常科研工作比较重 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 我形成一般是实验室 宿舍 食堂 健身房 四点一线 完全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博士 反差很大 我真的以为他是健身教练 完全出乎我意料 因为他穿的那个工作服 然后跟他 第一眼看到他穿的牛仔外套 就是形成很大的反差 对 是个博士 蛮让我意外的 就剩我了是吗 对 大家猜一下吧 我感觉像自媒体创作者 真的 嗯 我对他毫无妨想感 因为他说的话比较少 因为 我觉得你是经营服装 就是设计这一块的 是一个服装店老板 或者是有自己品牌的服装那种 可以看吧 好像很好猜我 啊 那我们能不能拍张照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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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吧 拍吧 来 哪位男士手臂最长 我猜王晨 来 那你就做第一排吧 好嘞 退长担当 可以 是不是 开心 有发短信来了 那我们就 发风轩 没想好发什么 我也没想好 第一天能发啥呀 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还是蛮期待未来 发生各种事情的可能性的 是还蛮好的人的 希望可以通过 白天发生的活动 更多了解他 虽然我自己呢 其实 但是 但是 是不要针对 他 发的吧 我在发这条空想圈的时候 有点犹豫的 有点犹豫的 来来来 来 给我帮你 他的人 我觉得还是挺乃斯的 林佳荣好贴心 感觉会和他有很多共同话题 我怎么有点紧张 我先来 好 可以 好 我全看一遍 我告诉你们算了 那你知道的太多了 每个人都 每个人看一遍 包括 你去做樓监 把你做了 跟他是在路线 做樓监 银子 你来 来来来 你来来来 你来来来 我来来来 我来来 我来扭讯你 我来吧 你动手 我来扭讯你 林逸就比较开朗了 活泼然后外向一点的 我以为会有四位男生接我回家 对 我们有不同的职能 他坐上来之后 这个秋仙就不动了 感觉重了很多是吧 性格上他可能会是我 比较想去了解的类型 我以为你 一点不识尴尬的微笑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她是真的没有任何表情 我觉得林逸是一个非常直接 而且健谈的女生 就我们挺得要来的 她有的时候还会有点 小调皮在里面那种感觉 会让人觉得 不会那么有具体感 像陈小卫的话 她是一个喜欢去照顾人的女生 你再来点肉吧 你下次吃饭要坐我旁边 教我一个 不愁吃的吧 我帮你把 我帮你把这个开的吧 我们俩第一次的接触 非常的愉快 一起洗碗 然后我还给她围了围裙 然后进一步了解对方 去吧 去吧 感觉老王和老马的话都挺多的 就不会让我尬场 在吃饭环节 我的天秤是会偏向老王一点 他照顾我会多一点 但是老马的外形是符合我的审美 多一点美丽 他也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 这两位我其实都挺感兴趣的 他们两个是势均力敌的吧 有点犹豫的 有点不疼问题 小ñas 学有灵溪怀 刚才说张仪帮我拿的 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的这个 你不忘了是吗 盯着这个 盯着这个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吃饭的时候老马坐在我对面 也是蛮艰坦的 但我对他的职业比较好奇 也跟他的本人反差感很大 觉得很特别 想要看一下他今天发了什么朋友圈 而且他戏码 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哇 很开心 减沛 减沛 天哪 他说今天的体质很甜 我也觉得今天草莓很甜 但是我不吃葡萄 所以没尝到 没机会 笑得好开心 我还没点 我只看了一下你们的头像 你满会 凯沛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 他又会一直跟我夹菜 很好吃 谢谢 谢谢凯沛 我觉得就是很温暖 可能会产生兴趣 就是想多了解一点 觉得是还蛮好的人的 我现在还没吃到 我还没有吃吧 我觉得我们喜欢消满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你还还没吃饭 或者你还没吃饭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你有关照的 你能吃质的 好万能吃 怎样 不是 有些人 我刚才都需要 有任何人的 字幕by索兰娅 我看出来了 原来不是我 因为我觉得实力的海外生活的这个背景 与其他的一些 兴臣爱好 跟我会有一些共同点 比如说看书 吃的东西等等 我发的朋友圈也是 考虑到他而发的 每个人的表情真的好好笑 可以可以 拿到我了 今天晚上心理路程有点复杂 那其实我前面有注意过两个男生 第一个肯定就是 跟我们一起回来一个车上的加入 我觉得还挺会照顾人的吧 马进龙 他好像第一个跟我讲话了 所以才注意到他 注意过两个男生 但是后来换了 因为他不在我一开始 想看朋友圈的那个人里边 因为我当时就说过 我说我不能接受戴眼镜的男生 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 只有他戴了眼镜 我第一眼就是 你好 你好 苏苏 就是做也是离他最远坐的 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是后边看那个答题的时候 他说会比较希望跟女生 可能会聊到工作呀 然后这种比较深度的交流吧 因为我其实会 比较愿意跟对方聊一些 比如工作上的事 就是如果有疑惑 或者有什么东西的话 我会聊一聊 给点有用没用的建议这样 然后我觉得 嗯 是我 会喜欢的 方式吧 还有就是 他很爱笑啊 我就 对啊 嗯 感觉挺有趣的 他有一个诗诗啊 王珍 今天晚上发这条朋友圈 是要针对他发的吧 好了 啊 啊 喂 你还有个人 你干吗 omos客人 天哪 他跟他说 你可喜欢说 好吧 走吧 走吧 謝謝了 Kevin 謝謝你今天 你很累了 你困了嗎 困了困了 因為昨天睡得挺燒的 你還好穿 我還好 我們要不交流一下情報吧 好 好 首先我覺得很明顯的是 莉莉應該會想要和開婚禹 吧 你覺得 你是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感覺他們都有相似的 在海外工作的經歷 而且他們會聊得挺多的 Kevin也會給莉莉夾菜 謝謝謝謝 謝謝Kevin 你多吃一點 然後剛才 在看試卷的時候 講到Kevin的時候 莉莉提了很多問題 你曖昧期間發現別人 小毛病不會說 不會說吧 天啊 你是一個天使 不是 我感覺她會對她比較 有興趣 你認同我的想法 我認同你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可以這麼頂 好 先把他們頂下 先把他們兩個放手 我感覺莉莉今天對Kevin的訊號很明顯 所以我射出了邱比特之間 對 然後來看一下 看看她吧 看看她吧 Pam 你覺得誰 誰會比較 我覺得這個可以這麼頂 我感覺也可能是你耶 但要看你是不是願意 畢竟你也是天花白 你有選擇的權利 我想最後一個安排吧 怎麼會天花白要做這麼難的決定 你為什麼想最後一個安排 好問題 後手 就是我 你其實心裡有答案對嗎 嗯 可能 可能有吧 有答案 我最開始想指定的是實例 但是我看到她的朋友圈 可能有 那你就直接選吧 可以啊 你能先選一個嗎 你選完我就選我 我想選的 好吧 那為什麼不能你先選 我們同事 誰呢 你是擔心說 我擔心你沒有 約到你想約的人 我 你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我都 我 我都挺想了解 大家的 你會想要先了解誰 夠 好 這樣吧 這樣吧 我們兩個都是天花板 有 有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這是你想選的嗎 這不是你想選的 不是 我是想問你不要因為我們兩個是天花板 然後 然後 為了成全其他人 然後你 你說我們兩個在一起 這樣就不會大家為難 你沒有這樣 不是不是想就是 你原本就是你 你最想選的人是誰 應該不是我吧 我現在沒有什麼 特別確定的想法 所以不能說 先安排大家 但是我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你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確認一下這 這兩組 結果不會是我們亂點鴛鴦譜 這個 明天被人罵 好呀 好 定了 我要去喝一點水 我要去喝一點水 家榮的第一選擇一定不輸 他應該就是可能不好意思選別人 不好意思讓我知道他選的誰 所以他才勉強說那我們兩個先接觸了 我還是很想問你你最初想選的人是誰 第一個想選的人 我還是覺得不是我 為什麼 還是你 還是你你你最想選的人是誰 我們要不要再再討論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再討論吧 這樣吧 嗯 你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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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先選 為什麼我先選 這一次你先選 有什麼樣的 可能性 可能性 如果從 我感覺來說我可能會選 我感覺來說我可能會選 好吧 好吧 magari錢 你先選 你怕他不會選 你怕他會選 你會選 你會選 才會選 你會選 你的意思 你會選 你要選 你會選 你會選 你知道嗎 我肚子饿了 你这样说我肚子有点饿了 你要我一起吗 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好 你不是要控制自己吗 我真的饿 我晚上都没有吃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吃 你晚上吃那么多东西 你会做什么东西吗 你会做什么东西吃吗 简单的 我也想学一下做煎鸡蛋之类的 煎鸡蛋都不会吗 没有尝试过 那我可以教你 不会呢 我也只会就炒个蛋炒饭上 很不错了 比我优秀太多了 你这是饭加一个菜 我煮一个饭 他们都没有人肚子饿 我真的好饿 大家可能都憋着吧 就我们勇敢地站出来 去选择吃没事了 那么巧 我准备吃毒食呢 被我抓得正早 可不能一个人贪吃 为什么今晚吃那么少 因为我感觉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吃 我就少吃一点 那你也太为大家着想了吧 怎么样 你们聊得怎么样 优惠定得怎么样 你期待我说什么样能回答的 那就看你能说多少了 那就看你能说多少了 我可不可以先问你 你会 你晚上看的是谁的朋友圈 你可以告诉我 那你能救不上我一个问题吗 可以 那你看谁的朋友圈 我看你的 那你觉得我看了谁的 你看了我的 对 对 嘿嘿嘿嘿 耶 你为什么学我 你为什么学我 我学你 对 说得好学你 因为 他去学东西跟我剪辑一模一样 我觉得可能 就是 感应到了 好 因为我觉得 感应 你如果让你约会的话 你会选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选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 会稍微的 比较平静一点的地方 会更合适 比如说 像什么 海洋世界里面的 可以跟海豚合照的那种 我觉得那也蛮好的 就它可以双围一起 跟海豚合照 我觉得那还蛮不错的 你怎么知道你喜欢海豚 几种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海豚 我很喜欢海豚 真的吗 这么巧 但是你又不一定会跟我约会 是你定的 那我不一定是 优先选择那个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不是优先选择我了 我也没那么说 但是就不确定 不能确定 一定是我们一起出去 不是 这句话没太理解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和另外一位天花板 都把自己的选择方 最后 先考虑 其他人会怎么选 不过最后面你们两个 丘比特就回去了 你们把行为的特别完了 发现自己控出来了 我只能到处 也有这个可能性 那挺好玩的 你们俩这个 那你们有感受到今天 有谁和谁之间 比较来电吗 你没有感受到吗 来点提示 又回来了 嗯 啊 好像 我还说 你不能在那里 我还在那里 拥有这么多人的感受到你 我再拥有这么多人的感受到你 我也要不在那里 你没有想要死我了 你不能在那里 明天就要揭曉答案 期待一下吧 青棕大概猜到了 回来休息 拜拜 不一定 我只是说不一定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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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诶 这么巧 真巧 好近啊 我们这个阳台 我觉得翻都可以翻过去了 对啊 你期待明天吗 明天就要约会了 明天 不知道天花板怎么安排的 有想跟谁去约会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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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人 这么直接的吗 当然 我想一想 我今晚看了也是那俩人的微信 朋友圈 哦 然后 有什么特质吗 你透露一下我猜一猜是 说一个关键词吧 我看了第一个人的微信 听着谁 还排序第一的 不记得 灵异的微信 你呢 我不告诉你 太狡诈了吧 我保证一下 那我感觉我大概猜到了 是吗 你猜谁 我感觉我们家挺像的 我觉得 你也应该挺喜欢直接的女生 是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位三十家男女的内心 都有一段最为深刻的回忆 请嘉宾们将自己 关于这段故事的物件 封存进草坪上的冰屋内 随着彼此情感的深入 冰封故事慢慢融化 这段过往也将会向你心意的塌开启 我的冰封故事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收到来自男生的女子 在这十多年中 我搬了已经有数不清多少次的家 但是无论到哪 我都会一直带着她 我是有一点担心的 因为就是她会不会介意 我过去的一些感情 在小吴的冰封故事 是一个对我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 抛去过去十年的感情 这个东西是开启 我人生新的篇章的一个证书 希望说有幸的话 可以有个人跟我一起来感受 我内心的这些真正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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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会觉得可能那张纸条 放在那个 放进屏屋之后 我可能之后就被一定会 拿回来了吧 我在做出丘比特 的决定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 感觉第一天谁跟谁 互相之间来电一点 突然有这么多决定 全在我手上 我可能是有点慌 希望可以做 对大家最好的决定 很难选 很难讲 我觉得如果是她的话 就是她肯定知道要去干嘛 如果我跟其他的 就像江峻林 可能我俩都不知道 要去干嘛 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比较安静 画手 可以给我拍个画多了 我挺期待 感觉会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 然后去哪里我都ok 比较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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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进去的时候看到很多花 然后又被惊艳到 就哇这个地方真的好美 我背对着她站着 我在猜想她的反应 是会好还是不好 你好坏啊 你知道是我啊 你一直都知道跟我出来吗 你忘了谁是天花板了 太坏了 谢谢是咖啡吗 对 我知道你已经喝了两杯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天天要穿马甲 你看我们在这个场合 我是不是合穿 是啊 早上可能你在给我暗示 说我们今天要一起约会了 所以她就释出一些善意 我又很喜欢做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健身啊 瑜伽普拉奇 但是我还没有get到 她给你加水 没关系 借行 太借行了吧她 加水大事 不想喝都得说 好好喝两口 没有想到是她 没有想到是她 所以你会骑马吗 我 这个 那种景区的骑马算吗 嗯 怎么了 没有我在我在想 我刚想问什么东西我忘记了 没事让你慢慢想 那你想问我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很温柔 就是好像 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冷酷的太美了 哦 卷子里我很冷酷是不是 对对 但差还挺大的 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我吗 其实我生活也挺简单的 就是说工作之外就可能运动 然后 喝咖啡 我喜欢去上海那些很多乌通树的地方那边走一走 或者骑骑那个单车 哦哦哦哦 就喜欢法朱界 对 原路 对 在那里有很多咖啡 对啊 就很多敞开式的那种 那种 那种班 对我觉得就是下午的时候坐在那里 然后面对马路 看着树和咖啡 嗯 你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不去 太苦难 对我会拉着姐妹好朋友一起去 因为我不住在那附近 哦 再再往后面一点点 可以问是哪一区吗 哦长林 我之前住过长林 那你现在住哪一区 我现在在闽航那边 那很近啊 我的长林很靠近闽航 对我的闽航也很靠近闽航 对我的闽航也很靠近闽航 哈哈哈哈 好的 相处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有温度 但不过度 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经历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启吗 那我真的很喜欢马 啊 为什么 哦 嗯 你输马吗 对 我想摸摸看看 想摸摸她 走吧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 这是第一次上吗 第一次 好吧那第一次上吗 我们现在调教圈里面稍微训练一下 好啊 然后再到户外 你们谁先骑 女士优先 好吗 你要练习也没骑过啊 是吧 但是你想不想先骑 没事你先 想不想 你先 哦你不想 我要戴这个帽子吗 我要戴这个帽子 慢点别掉了也不好 好看吧 好 一会儿你上的时候 你不要拖泥袋水 就瞬间上去 就一口水上去 好 抓着这里 一二三上 不错 好我们先慢步走几拳感受一下 我坐直 对腰挺直 好 好 姜身手手不要太硬 对 就是放松一点 对放松一点 但是放松的时候也不要失去跟马嘴的链接 就是不要使劲 但是他能感受得到你的手在那里 哦就是这个劲还是在的 对在的别拉就是 对只是我们没有在拉 对 对 好腰挺直啊 肩膀打开一点 好 干什么在练普拉底 腰挺直 你不晕了吗 不晕 好你现在尽量贴着调教权的周围 对 你看你给的力度非常好 他现在他是一个瘦弦的状态 就是他的脖子是这样的 你看 他的脖子是这样的 这就说明他愿意听你的 对 哦 这他驯服吗 是的 他在配合你 对 我稍微加快速度试一下 第一次骑马 希望我那时候的表情不安定 坐到位 不会看起来太惶恐 对 非常好 就这样子 换人吗 好 换人 好 我觉得你很厉害 我有一点 加油 1 2 3 上 帽子可以摘一下 好 好 看帽子可以摘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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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挫不起来想去外面 你说六六吗 我觉得你骑得还可以好吧 那我们出去溜一溜 OK吗 PAM 可以可以 紧追你马后 好 你看这个太阳特别美 是夕阳 你知道我一整路都很努力地在追上你吗 是吗 追不上 你往后看一眼 你看那个花 你想要一朵吗 没有 别摘吧 对 其实我想摘一朵的 但是怎么办好 走 你核心有收紧吗 没有 核心要收紧 好的 好的老师 这个骑马的活动是你挑选的吗 我有参与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马了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两种东西就是花跟马 真的 真的 这个花上有刺 我超越你了 哈哈 开心吗 太浪漫了 世界万物都很美 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我是像你浪漫的 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细心 又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人 然后在这个约会有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到家了 忘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 什么感觉吗 你什么感觉 累吗 我是不是累 觉得挺新鲜的 新鲜 嗯 我头发是不是都被压比了 蛋头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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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从中间播一下 从中间这样播 好啦 谢谢我的镜子 哈哈 哈哈哈 你是台湾哪个城市 台湾高雄 我高雄 你去过吗 我去过 我还吃了日月台湾 你是那时候是去旅游吗 哦对 因为我 我阿嬷在台湾 真的 你要来台湾啊 我阿公也是 哦 会讲阿嬷亲切 谢谢 那你多大 三 呃 三十五家 怎么了 三十五家 哦 你听到心碎的声音吗 三十五家 sorry 不输羊 真的 九一年的 嗯 你怎么长得那么着急呢 你真的很粗信条 小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哈哈哈 长得着急 会觉得你帮得很好 哈哈哈 帮得很好就代表说你不干嘛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你给人的感觉 比较紧熟 第一次约会 成本氛围还比较好 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 几乎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就算明说出口 他的感觉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真诚 是不是要吃饭了 你饿吗 要不走的吗 不是 走 因为就我真的想来这里看看 然后都安排上给你点赞 天呐 好 谢谢 扫码点赞 扫码点赞 我选一样你选一样 OK啊 刚刚看那个夕阳还是很美 然后现在一瞬间就美了 就黑了 你是家里面的独身旅行 我有个姐姐 你有一个姐姐 我就是你的姐姐啊 你是我姐姐 你要照顾我 我不想 那你干嘛说自己是姐姐 我才是三属家的那位 那我的地区的确是比你大 然后我在家里排上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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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个弟弟 还有妹妹 你是最大的 嗯 你肚子饿吗 很香的 开动 好 谢谢 嗯 我给你搞个鸡腿 奖励你今天起码 特别优秀 你也很优秀 不然你就吃鸡腿前面一小块 哈哈哈哈 我说错了 鸡腿前面一大块都给你 你喜欢看什么样点 喜欢看什么样点呀 好 很久没有看了 很久没看电影 嗯 以前会跟以前的对象一起看电影嘛 对吧 然后后来就 一个人就不会想去看电影了 那上次是什么时候 哦 多长时间吗 对 两年多 嗯 你今天愿意跟我分享 我们到底怎么选 其实 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的 明 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嗯 你知道磁场这个词吗 chemistry 按着chemistry 你会觉得 可能是 跟你一起相处会比较舒服的 好的 知道了 对 对 这个约会项目 我觉得安排得很好 觉得他也是一个心思蛮细密的人 是我理想中浪漫的场子 对 你还行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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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